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土包子 赶紧给我滚出这个学校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你爷爷就一个烂清洁工 也配合我们一个学校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瞧你一身地摊货 也不知道是从哪个山卡拉出来的 刚下课 几个女生就围在桌子前明目张胆地警告我 我冷眼看着他们 只觉得好笑 我们家本就是S人 不过我爸年少时外出打拼 如今他已经是几家上市公司的老总了 上了年纪后 我爸就突然想落叶归根 于是他回到S开了分公司 我也跟着一起转学过来了 至于他们说的 我那破清洁工爷爷是S阿知名教授 老爷子德高望重 在S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他退休后觉得生活无聊 经常在社区做志愿者 怎么到他们这些人嘴里就成了清洁工了 再说清洁工怎么了 要是没有清洁工城市的卫生谁来搞 土包子 问你话呢 在我沉思的时候 一个头发微卷的女生凶巴巴地叫道 她是这个班的头苏薇 就因为早上我爷爷骑个电瓶车送我上学 他就要赶我出学校 真是开玩笑 真以为我会怕了他 见我许久未答话 苏薇扬着手 二话不说 走上前来 想要对我动手 就在他距离我一步之遥时 我一把按住了他的手 毫不畏惧怒视着他 第一 我不叫土包子 我叫林染 苏薇的两个小跟班 以为我要对他做些什么 在身后想要动手 被我一个眼神给制止住了 第二 我爷爷并不是清洁工 最后 我是通过正当程序 转来这所学校的 你有什么资格赶我出去 说完这些话 我一把甩开他的手 苏薇猝不及防 摔倒在地上 我也不看他直接走人 林染 你敢这样对我 我一定让我爸爸狠狠报复你 身后 苏薇恶狠狠地对我防狠话 我转身微微勾唇 看着他 好啊 我倒要看看 令尊有多大的本事 不过 长这么大了出事情 还要哭着 找自己爸爸帮忙 跟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有什么区别 倒不如回去吃奶算了 你 苏薇被我的话 气得脸都绿了 你了半天 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哼 在云城高中的时候 我可是出了名的 对人高手 就凭着小绿茶 也敢跟我斗 被我警告过后 苏薇倒是老实了不少 没见他来找我麻烦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我逐渐适应了转学后的生活 一个月后 开始了第一次月考 由于准备充分 我毫无意外考了年级第一 成绩公布后 所有人都惊到了 有人羡慕 有人妒忌 当然也有像苏薇那样 在背后嚼舌根的人 我丝毫不理会 众人在背后议论的声音 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因为我早就把高中的知识学完了 这些考试对我来说 都是小儿科 班主任老汪 在班上当众表扬了我 并且通知周末的时候 要召开家长会 林染 这次家长会该不会是 你那清洁工爷爷来吧 哈哈哈哈 一下课 苏薇就来到我跟前 要舞扬威的嘲讽 我拿着书本 重重拍了一下桌子 怒道 苏薇 你不要随便造谣 我什么时候 说过我爷爷是清洁工了 还有你一个年级倒数的学渣 有什么资格来嘲笑我 有这闲工夫 还不如回去好好想想 怎么提高成绩 毕竟像你这样数学考个位数的人 到时候既成家业令尊 也不放心吧 林染 苏薇简直要气炸了 瞪大一双眼睛狠狠弯着我 恨不得把我碎尸万段 对此 我对着他无辜地笑了笑 苏大小街 别生气啊 你的脸都要气得变形了 啊 被我这么一说 苏薇急忙从口袋里拿出镜子照了照 紧接着大叫地跑了出去 班上的同学看到这一幕 瞬间也悟出了些什么来 纷纷窃窃私语 家长会当天 老汪让我们早早回去打扫卫生 布置好了教室 然而 家长会差不多快开始了 我也找不到爷爷的身影 我正要给爷爷打个电话 就听到旁边走过来的几个同学说 开个家长会还能进来偷东西 也我无语了 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种人 听说那老爷爷是个清洁工 看上去老老实实的也不 像是偷窃之人 从他们的对话中 我可以大致猜出 大概是哪个家长的爷爷 偷了别人东西 然后被发现了 学校正在报警处理 本来我是不放在心上的 不过爷爷迟迟未到 再加上苏薇之前的造谣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急忙跑了出去 呜呜 爷爷我好心帮你 你怎么能偷我的手表 那是我爸爸给我的生日礼物 刚来到教学楼不远处 就看到一群人围在那里 还听到苏薇的哭声 我心中暗到不好 急忙拨开人群走了进去 哎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 我真没偷你手表 走进去才发现 那人真的是我爷爷 询问了一番我 大概了解了基本情况 原来苏薇作为迎接家长志愿者 在看到我爷爷后 主动提出要搀扶他 爷爷拗不过 只好让他搀扶 没想到过过了一会儿后 苏薇说自己的手表不见了 他还信誓旦旦认定是爷爷偷的 最重要的是 还真的在爷爷的口袋里找到了 我真的没必要偷你的表 这一切说不定都是误会 不少家长在旁边围观着 爷爷颇有些无奈的解释 可是苏薇明显抓着这件事情不放 爷爷 我知道你是个清洁工家里困难 你有困难你可以跟我说 我一定会帮你的 也用不着去偷东西啊 苏薇这话既挑明了我爷爷 只不过是一个清洁工 同时也认定了我爷爷是偷他手表的贼 他一开学的时候就看不起过我爷爷 既然这样 为什么还这么热情地对我爷爷 不用想就知道 他就是要诬陷我爷爷 苏薇 我爷爷根本就没有偷你手表的必要 你不要在这里咄咄逼人了 一边说着 我拉过爷爷的左手 挽起一小节衣袖露出里面的百达斐力手表 你们看我爷爷戴的是百达斐力手表 他的是宝博 这就是最好的解释 哇 这百达斐力手表可是全球限量版的 他那只宝博看上去怎么有点不对劲 好像是个赝品 仔细看了两只手表后 一位家长如实说道 他这么一说 其他家长也纷纷仔细观察了这两只表 最终大家都认定了我爷爷这只是真的 而苏薇的是冒牌货 就 就算我的表是假的 那又怎样 他偷我的表是事实 还有他一个清洁工 哪来这么多钱买百达斐力 说不定是从哪来偷 苏薇事到如今 你还要在这里胡搅蛮缠 那我们直接到校长那里查清真相好了 他一口一个认定我爷爷就是偷东西的人 我实在是气不过了 这是干什么呢 怎么都围在这里 就在这时 几个学校领导走了过来 为首的人正是学校的王校长 王校长 林染的爷爷偷了我的手表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一看到校长 苏薇哭哭啼啼地跑到校长跟前哭诉 谁知校长看都没看他一眼 直接越过他来到我爷爷跟前 恭敬道 林老 您怎么来了 王校长客气地和我爷爷寒暄了一番 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旁委屈巴巴的苏薇 旁人见校长对我爷爷如此敬重 不免有些吃惊 校长 就 就是他偷了我的手表 苏薇似乎不满 自己被晾在一边 哽咽地上前开口 交谈被打断 校长不悦地猝眉看向苏薇说 你胡说什么 林教授怎么可能偷你的东西 神 什么 他一个清洁工子吗 怎么可能是 苏薇瞪大眼睛看着我爷爷 吓得有些语无伦次 我看着他笑了笑 苏薇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爷爷是清洁工了 他只不过是热心去社区做志愿者而已 王校长也在一旁怒道 林老为人正直 名声在业界也是公认的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 见校长这么一说 苏薇也吓了一跳忙说 林 林教授 校长对不起 是我弄错了 说完这话 苏薇就转身急匆匆要走 被我一把拉住了他 苏薇 你刚刚在众人面前 口口声声诬陷我爷爷偷东西 我看还是去查一下监控比较好 这样给双方都有个交代 不等他有所回应 我就拉着他去了监控室 毫无意外 那手表就是苏薇接近我爷爷的时候放到他口袋里的 监控正巧也拍下了这一幕 一时之间苏薇摆口 莫辩 林教授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苏薇红着一双眼睛 哭得泪雨梨花一般 向我爷爷道歉 原本我以为你是个好孩子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这么有心机 说到这 爷爷转身看向了一旁的校长 王校 看来学校不能只关注学生的成绩 这道德教育也要跟上来啊 校长脸上闪过几分尴尬之色 林老说的是 正好是家长会 苏薇你给我写一千字检讨等下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检讨自己 我看到时候 谁还给我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 苏薇脸色惨白到直击 脸上一万个不愿意 但只能点头答应 检讨会上 苏薇被当成反面教材 被校长拿出来说教 得知他的事情 全校师生和家长 都对他投去了鄙夷的目光 看着台上哭得肿着双眼 还要顶着无数骂声 却不可奈何的苏薇 我只觉得无比痛快 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自作自受 听说了没有 天才小王子余乐要来S市开演唱会了 半个月后 有同学突然在班上宣布了这个消息 同学们听了后 瞬间沸腾了起来 余乐今年只有16岁 但是凭借着出色的音乐天赋 早就红遍了全国 最重要的是他不但才华出众 就连颜值也是逆天的帅 得到这个消息后 不少女同学纷纷拿出手机去抢票 但是娱乐名气太大了 没多久票就抢空了 女同学们失望不已 我这里有演唱会的票 你们谁要 我可以打个折哦 就在这时 苏薇突然开了口 见他这么一说 刚才满心失落的女同学 两眼发光一般 跑到他跟前 求着他要票 大家别急啊 只要你们想要我 一定会想尽办法 帮你们弄到票的 苏薇被众多女生簇拥着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正要继续刷题 就听众人一脸期待地问 苏薇 你为什么能弄到这么多票 难不成你是娱乐的亲戚 苏薇先是笑了一下 紧接着又装作不好意思地开口 本来我不想说的 既然大家都问了 我就如实说了 娱乐的确是我的家人 这话一出 所有女生再次沸腾起来 围着苏薇不停地讨好她 我不禁猝眉 娱乐这货什么时候 啊 苏薇有关系了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打开一看是一条信息 姐 下个月我回去是开演唱会 要不要给你留一张票 这人正是我那弟弟娱乐 出道的时候 他用的是一名 他从小就调皮捣蛋 学习成绩惨不忍睹 不过在音乐方面颇有天赋 当初我爸妈死活不给他学音乐 为此他还跟我爸妈闹绝食 我实在不想看他消沉下去 就跟爸妈商量 给他两年时间 要是在音乐上没有任何突破 就回家好好年书 娱乐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不到一年时间 他就凭借着过人的本领 脱颖而出 也因为这样 他对我十分尊重 毕竟没有我在爸妈面前 求情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想到也很久没见他了 我就答应了他 演唱会那天 我早早来到了会场 威威 等下你可不可以帮我要张娱乐的签名 能不能让我和娱乐合个影啊 我一定会重金感谢你的 对于大家的要求 苏威一一硬了下来 我不禁纳闷 苏威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 帮他们拿到门票就算了 还能拿到签名和合影的机会 林染 你怎么也来了 正疑惑间 苏威发现了 我他扬着头颅高傲地走了过来 你有门票不 看在一场同学的份上 我就勉强给你打个九点九折吧 见此 我拿出VIP门票 在他跟前晃了晃 我早就买好票了 就不劳你费心了 话落 我静止从他身边走了进去 走到不远处 还能听见他们几个骂骂咧咧的声音 娱乐的演唱会办得很成功 粉丝们也很卖力捧场 欢闹声此起彼伏 气氛接连达到高潮 看着台上不断散发光彩的娱乐 我心里也十分动容 这个熊孩子终于长大了 演唱会结束后 娱乐给我发了信息告知 让我去后台说有惊喜要给我 见他说的一脸神秘的样子 我只好过去了 娱乐的助力将我带到后台 就自己去忙了 我只好到处转转 林染 你来这里干什么 刚走进去又遇上了苏薇一群人 真是冤家路窄 这可是娱乐私人休息室 你也配来这里 苏薇双手还凶 趾高气昂地向我走来 我看了他几眼 并不打算管他 拿出手机联系娱乐 被我彻底无视 苏薇勃然大怒 有人私自闯进后台 保安快将他赶出去 他这么一喊 其余工作人员瞬间注意到我 一个女生凶巴巴地来到我跟前怒道 你怎么混进来的 要是我们娱乐的信息不小心泄露出去 你负担得起吗 保安在哪 快将这人给我轰出去 苏薇得意地看着我 林染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 没想到也是个卑鄙小人 我跟你就不一样了 谁让我是娱乐的亲戚呢 我怎么不知道 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你这样的亲戚 苏薇还没得意几秒 娱乐就在助理的簇拥下走了进来 他先是愣了几秒 紧接着两眼放光 恨不得一双眼睛都粘在娱乐身上 娱乐这货也不知道是吃什么长大的 身高已经将近一米八了 他收起了平时吊儿郎当的模样 一双黑眸不悦地看着苏薇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怎么会放这种无关紧要的人进来 刚刚那个对我凶巴巴的工作人员 一听这话顿时有些慌 连忙上前赔不试 小鱼 这位是我堂妹 她是你的头号粉丝 所以就 就算是你妹妹 没有经过 我允许你 也敢私自将人带进来 难道你不知道 这是违反规则的吗 一句话 瞬间对得工作人员 哑口无言 小鱼你教训的是 我这就将他们带出去 意识到不对劲 那工作人员连忙带着苏薇几人就要走 慢着 关键时刻 我及时叫住了他们 我进来的时候 听到苏薇高价卖签名的时候 你还是好好查一查 听我这么一说 娱乐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还有这种事 出道以来 我很少给别人签名 竟然还有人冒充我的签名来盈利 被我查出来 我绝对不会轻饶 苏薇带来的那两个女生 一听这话 瞬间察觉到事情不对劲 一五一时把事情交代出来 原来 那个凶巴巴的工作人员 是苏薇的堂姐苏倩 两人合谋冒充娱乐的签名 高价卖出去 而且 每逢开演唱会的时候 那苏倩都会私自屯跳 再高价卖出去 这还不算 苏倩还私底下透露娱乐的信息给狗仔 查出来后 苏薇两姐妹痛哭流涕 跪在地上求饶 小鱼 我错了 我不该贪图一时之力 做了这么多坏事 鱼 鱼乐 我真的是因为太仰慕你 所以 所以才会 只可惜 面对两人的求情 鱼乐丝毫没有同情 不管怎样 这都不是你们做错事情的借口 这些我都会移交公安处理 你们等着结果就是了 既然这样 我也要举报 就在这时 苏薇突然从地上站起来 指着我义愤填膺道 这个人也是趁机混进来的 说不定他也是来窃取什么机密的 要罚一起罚 我看了看苏薇 又看了一下鱼乐 笑道 怎么办 他想要将我送到警察局 我好害怕啊 接收到我的目光 鱼乐一脸冷漠地看向苏薇 这是我亲自请来的客人 你有什么资格将他赶出去 苏薇瞬间呆愣在原地 目光在我和鱼乐身上徘徊了几下 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没一会儿 就要保安将他们给轰了出去 鱼大明星 来见你一趟 真不容易啊 差点还要被荡城贼赶出去 听我这么一说 鱼乐一改刚刚那个冷漠严肃的样子 嬉皮笑脸道 姐 的确是小弟招待不招 说着 他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精美的礼盒 递到我跟前 这是小弟给你的赔罪礼物 我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条精美的钻石项链 看在这份上 就绕了你吧 几天后 鱼乐官方账号发文 详细发布了苏薇两姐妹各种造假信息 苏倩主动承担了罪过 被判了好几年 苏薇是未成年人 只罚了些钱 一时之间 舆论哗然 两姐妹成为了不少人唾骂的对象 为了这事 苏薇也不得不休学一段时间 没有她在捣乱 连空气也清新了不少 时光飞逝 很快就到了高三 令我意外的是 高三第一次月考 这次考试 我竟然和苏薇分到同一个考场 这还不算 她还坐在我隔壁 反正有监考老师和监控 我也不怕她会做出些什么 只不过 我发现我做题的时候 苏薇时不时往我这边瞄 我抬头瞪了她一眼 她立刻收回了目光 没过多久 她又开始了瞄过来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陪她玩一晚 接下来 我故意不遮住试卷 尽量让她能描到答案 成绩出来后 我毫无意外 还是年级第一 苏薇果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考到全班中有水平 班主任和科人老师 都在班上表扬了她 她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最后一道大题难度很大 不过班上一位同学解出来了 而且解题思路和方法很巧妙 接下来就请苏薇同学上来给我们 她是如何解题的 物理课上 班主任老汪赞赏地看向了苏薇 一时间 全班同学都把目光投下了她 众目睽睽之下 苏薇只能被迫站起来 只知吾吾了好半赏 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苏薇同学 你这是怎么了 见状 老汪忍不住促起了眉头 苏薇双腿微微颤抖着 只能硬着头皮读答题卡上的答案 然而 还没读几个字 全班同学同学就哄堂大笑 因为她接连读错了好几个公式 全班同学都猜到了 她这是作弊 老汪脸色铁青 只好让她坐下 而苏薇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 捂着脸跑出教室 考试的时候 我故意将那道题的答案让她看 等她抄完后 我就换了一种思路 重新将那道题做了一遍 只可惜 苏薇那个学渣 根本就不知道这道题 我用了很复杂的解法 她糊里糊涂 将答案完全抄了一遍 结果却坑了她自己 一切都是她自己活该 高考后 我爸见我闲得无聊 就让我到自家新开的餐厅历练一下 我也正想要锻炼一下自己 欣然答应了他 虽然餐厅是我爸开的 但是我爸丝毫没有给我开特权 让我从底层做起 刚开始那几天 每天都忙得满头大汉 比高三还要辛苦 好在 经过几天的调整后 我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林染 果然是你 看不出来 你竟然居然在这当服务员 这天 我正在餐厅忙碌着 突然听到有人叫我 我回头一看 竟然是苏薇 她打扮得花枝招展 身后还跟着几个好姐妹 我当服务员又怎么了 靠自己双手双脚赚钱 总比那些游手好闲 无所事事的米虫强 你 你别太过分了 竟然嘲讽我是米虫 见苏薇如此激动 我无辜地耸了耸肩 我又没有指名道姓 你是米虫 是你自己对号入座而已 林然你不是这里的服务员吗 快给我来倒茶 苏薇坐在座位上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对着我命令道 瞧着她眼里流露出 不言而喻的算计 不用猜就知道 她肯定又在玩什么把戏 没办法 顾客就是上帝 正好我也要看看她能怎么样 我给她倒了一杯茶 递给她的时候 就要抽出手来的时候 苏薇想要假装不注意 将热茶向我身上倒去 我连忙按住了她的手 用着不大不小的音量警告道 苏薇 这热茶可是不长眼睛的 万一倒在你的裙子上 你那腿上留下些疤痕 这可怎么办 苏薇最看重自己的外貌 被我这么一说 只好作罢 林然 你愣在那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上菜 我也丝毫不跟苏薇计较 连忙给她递上菜单 苏薇 我看你 还是直接将我们店里最贵的菜 兜上一遍吧 既能够很好招待朋友 又能够体现你好客的一面 话音一落 她的那两个小跟班 急忙在旁边附和 薇薇你真是大方 竟然请我们吃了顿这么贵的 是啊 看来你这个朋友没有白娇啊 听了两个朋友的话 苏薇脸色难看到至极 我早就查过苏薇的家庭背景了 她家不过是个爆发户 而她平时又喜欢在外面装成是富家千金 结交上流圈子的人 见此 我急忙到 苏薇你这么有钱 该不会连这饭钱都不舍得吧 谁说我不舍得的 苏薇咬了咬牙道 就按你说的 将你们最贵的菜都给我上一遍 我有的是钱 虽然她说得信誓旦旦的 但是我明显感觉到她底气不足 估计这一顿饭要了她好几个月的生活费了吧 不过谁让她逞强呢 林染 你们怎么说也是五星级酒店 菜里面竟然有异物 吃到一半的时候 苏薇突然对着我大喊道 我走近一看 果然看到那叠绿油油的青菜里有一只黑色的异物 林染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们酒店菜品的质量问题 你们必须给我赔偿 后厨的卫生是每天都搞的 一般情况下是不存在会出现异物的 一时间也没那么快 确定是不是真的后厨出的问题 眼下只能先安抚她的情绪 苏薇 你先冷静一下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很抱歉 这样吧 我先给你重新上一道菜 如果我查出来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进行相应的赔偿 什么 苏薇对我的做法十分不满 从座位上谈了起来 谁要你的菜 我只要赔偿 否则的话我就打电话投诉你 还有让你们负责人出来 我要让他开除你这么不敬业的员工 我就是店里的负责人 有什么事情找我说就好 苏薇还在骂骂咧咧的 我直接表明了身份 神 什么你 你竟然是负责人 苏薇瞪大双眼 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林小姐不仅是我们店里的负责人 她还是我们酒店老总的千金 一旁的工作人员上前说道 这下 苏薇震惊地差点瘫软在地上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就算你是负责人又怎样 你的菜出了问题 你必须赔偿 既然他非要把事情闹大 那我也只能奉陪到底了 苏薇 既然这样 我们查监控好了 苏薇愣了几秒 随后才咬牙答应 看他这副反应 我已经猜到些苗头 调查了后厨的监控 没有发现异常 而且截至到目前为止 点同一道菜的客人 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我不管你们后厨有没有问题 既然是你们菜里出现的 你们就必须负责到底 先别急 包厢的监控还没查呢 说着 我就让人去取了包间里的监控 监控画面并没有太大的异常 唯有一处就是 苏薇似乎故意挡着摄像头 然后从口袋里掏了些什么出来 这 我只不过是掏了下口袋而已 又不能证明 我把我把虫子放进菜里 苏薇 我又没问你话 你这腰急着站出来解释是干什么 难不成是想要急着洗清罪名 被我这么一问 苏薇脸色瞬间慌了起来 我 我只不过是解释清事实而已 你胡说什么 就算你们后台监控没问题 但是你们的菜出了问题 你们必须赔偿 我敢肯定 这是苏薇故意做的 不过由于监控角度的问题 一时间也很难定她的罪 为了不影响后面客人进餐 我只好先赔了她一些钱 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没过多久 网上出现了一条很火的视频 视频的主人公正是苏薇 她在镜头里各种哭诉在酒店里出道异物 并且入院的事情 为了混淆视听 苏薇还大量添油加醋 把我们酒店点得一文不值 在舆论发酵最厉害的时候 我直接在官方账号发了一段监控视频 那天下班后 我始终觉得不对劲 就调查了整个酒店的视频 在我一番排查后 终于发现了一处拐角处 苏薇鬼鬼祟祟地在垃圾桶里翻找了 紧接着她又用瓶子装了个黑色的虫子 返回了包间 监控清晰显示 使苏薇故意从垃圾桶里带回虫子 放到菜里 证据摆在眼前 苏薇彻底闭卖了 然而 她还是没有逃掉警方的处罚 并且要求在网络上公开和我们道歉 高考成绩出来后 我毫无意外考上了清大 而苏薇连本科也没考上 只能去上一个大专 最近 她家的小公司也因为经营不善破产了 听说她父亲为了东山再起 逼迫她嫁给一个老头子 这天下班 我像往常一样 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 有人从身后拽住了我的脖子 我还没反应过来 一把锋利的刀子 抵在我的喉咙上 耳边响起苏薇阴森可怕的嗓音 林冉冉 我要你不得好死 这条小路四处无人 眼下最重要的是安抚她的情绪拖延时间 我只能耐着性子到 苏薇 有什么话好好说 你要多少钱 我可以给你 哼 钱我自然会要 林冉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 我最讨厌你长得那么好看 还装得一脸清高的样子 你一转来 我们学校就吸引了全部人的注意 这本来是属于我的 你凭什么要枪走 你长得好看就算了 家里还这么有钱 我怎么能不恨你 听了她的话 我只觉得很无语 我还以为是哪里得罪她呢 原来是因为这事 她的嫉妒心也未免太强了吧 林冉 想要活命就快点打电话 让你父母筹钱 一边说着 苏薇还用匕首画了一下我的脖子 咸红的血液瞬间流了下来 苏薇已经疯了 我知道不能再拖了 正要趁她不注意反击一下 关键时刻 于乐一脚踢开了苏薇 她从小就学过跆拳道 三两下就将苏薇制服了 你 你们两个究竟是 苏薇眼神疑惑地看着我和于乐 看不出来吗 我们两个长得这么像 她当然是我姐姐了 听了于乐的话 苏薇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一样 哈哈哈哈大笑 紧接着看着我苦涩道 上天果然是不宫廷的 凭什么你一出生就这么好 我要杀了你 说着 她又面目猙獰要扑上来 被于乐一脚踢倒在地上 苏薇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关进监狱 没多久就传出她死在狱中的消息 听说是被玉有为殴打死的 其实苏薇错了 我并不是一出生就在罗马 我爸妈当年也不过是个普通职工 他们多年辛苦打拼才有了今天的生活 而我也并非一出生就是天才 很多人只看到我次次拿了年级第一 却没有看到我背后无数辛勤汗水的付出 所以说 与其妒忌别人过得好 倒不如努力提升自己 妒忌往往只会害了一个人 四年后 我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 刚毕业我就掌管了公司 公司在我的带领下一步步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站在顶楼落地窗间 俯瞰整个城市 我相信在未来 我会更加好 我相信是你 我相信是你 你这么识不信 我就会想得到